高雄市鳳山有一位女清潔工 她在郵局打扫的时候 捡到了四万块钱的现金 她一个月其实只赚四千块 她捡到了十倍的数字 但是完全没有起贪念 马上交给警察来 郵局来处理 让施主非常的感激 画面中一名比丘尼 走到写字台前填写资料 然后再走到柜台前准备汇款 但却没发现自己的钱 就放在写字台上 这个东西 就是它留在写字台上面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信封 比丘尼来回写字台两次 就是没看到钱 直到这名清潔工打扫时发现 立刻转交柜台人员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我拿起来重重的 然后就 就我评一下 看到里面有钱 然后就交给柜台人员 这名宁性清潔工上个月22号 来到高雄市鳳山区邮局打扫时 发现写字台上有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全是千元大钞 里头四万元现金 是付了月薪的十倍之多 但富人并没有占为己有 反而马上转交邮局处理 局内人员立刻调阅监视器画面 寻找施主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她是单亲妈妈 她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还能够实际不昧 她的月薪是四千块钱 十倍左右 对 相当于她的精致的十倍 富人表示 捡到钱的第一个念头 想到施主一定会很着急 钱不是她的 她不能私藏 这样的实际不昧美德 也让时而复得的比丘尼 非常感激 连忙写信向富人道谢 中天新闻林郑县蔡秉如高雄报导